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陈律师播报 我是美国黄安顿的陈尚明律师 在这一期我给想给大家讲一下 刘强东岸 下面将发生什么的第二部分检察院 当警察完成了撰写他的警察调查报告 认为40证据比较充分的这个前提下呢 他会把这个逮捕令 以及他的个人陈述和调查报告交到检察院 然后检察官就面临一个决定 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就是是否对这个当事人犯罪嫌疑人 提起公诉 是否对犯罪嫌疑人的提起公诉 但一般来说的检察官 在这个接到这个逮捕令和警察调查报告 之后呢 还会做这些这么几项工作 第一呢 就是 检察官呢会跟这个侦探会面 仔细的了解 这些案件的细节 他的目的就是能够确认就是说他有充分的证据来指控 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说有些地方如果不清楚或者不明白的地方的话 他以那个检察官一定要弄清楚弄明白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 同时的话 这个检察官呢还会会见 就是这个 这个受害人 虽然就是说在这个案件调查过程当中 那个 这个警察已经跟这个 那个 就是受害人的多次见过面 但是我们做过的性侵案件里面 百分之百的情况下 这个检察官一定会 跟这个受害人 那个见面 因为检察官认为他希望亲自的听到 这个受害人 他的证词 因为如果这个案件开庭出庭 那个那个 那个这个受害人呢 要出庭指证这个被告 那个被告人 那这个受害人呢 他会确认这个受害人是不是个好的证人 然后呢 他讲的这些事实呢 是否前后连贯 所以的话 我们做的这个性侵案件里面 所有的案件里面 这个 就是 检察官都会跟这个 这个案件的 受害人呢 见面 然后呢 进一步的核实案情 然后检察官呢 还会做另外一个工作的话 还会做另外一个工作的话 他就是查阅相关的 法规 和 类似的案例 然后呢 认为就是查阅以后呢 确定这个案件 根据 就是 明尼苏达州的法律呢 这个案件是否会 成立 依据我们的经验的话 如果 如果这个案件 警察认为 事实成立 然后呢 警察 撰写了那个 警察调查报告以后的话 百分之八十的可能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可能性呢 检察院都会提起公诉 因为呢 就是说是 负责调查 这类案件的检查 那个警察呢 通常是非常有经验的 也就是说如果他认为这个 四十 那个 那个 四十 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话 他一般来说也不愿意把这个案件交到检察院 因为这样的话他自己如果案件不成立的话他自己也很丢脸 那 那个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是 这个时候呢 检察院呢 也来自于 有来自于这个 妇女救助中心的很大的压力和当事人很大的压力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案件他没有 即时的提起公诉然后呢 类似的案件 再发生的话 那检察院可能会面临就是说是很大的压力 所以的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 当 那个 警察完成了调查 然后呢 认为证据确凿 证据充分的情况下 那检察院 一般来说都会提起公诉 然后呢把这个案件呢 交到 法院 好 谢谢您收看本期的陈律师播报 下一期呢 我会讲 介绍一下就是 刘强东案 下面会发生什么的 第三部分 法院 刘强东案 请不吝点赞尾 刘强东案 刘强东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